因為他在他的道歉聲明裡面 他說如果可以 他願意承受受難者的追心之苦 這是之前那個書面的道歉 可是我不覺得他有那個心 要去承受受難者的追心之苦 那一個兒子殺人犯這麼大的案子 他不痛嗎 他當然也痛啊 可是那其他人是 其他人多無辜啊 可是我自己想說 這是鄭捷個人的行為 我們不能夠一直無限上綱到 父母應該要怎麼樣 沒有無限上綱 我等一下我再說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這個廣告 他也沒有人罵他 我來去看他對不對 謝謝 謝謝 新聞畫畫 其實我這個事情 我覺得說事情好像有點蹊蹺 蹊蹺的原因在於就是說 我是昨天 因為我做另外一個節目的時候 我要注意 我本來是要討論就是說 為什麼他這個爸爸媽媽 不去看他的小孩 也不出面道歉 因為到昨天壓力是最大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要求他出面道歉嘛 但是大家就用神隱這兩個字嘛 那我相信他們壓力很大 這個誰想像不到呢 可是我在三點多 我在四點多的 差不多四點鐘的時候 忽然之間接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傳 鄭傑的父母親要出面道歉 那是怎麼傳呢 殺掉腳亂的時候呢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事之後怎麼會傳呢 是誰傳來呢 結果一出來的時候 是他們坐計程車來 那現場有 我今天看報紙 昨天現場記者說有30個檢查 可是今天的報紙寫80個檢查 幫他開錄 幫他維護秩序 可是如果沒有人幫忙 你怎麼會有找到80個警察呢 而且還分局長自己出來指揮 是是是 那你剛剛講 我昨天有人跟我說 那裡面還有很高級的督察嘛 OK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那請問你知道這個人的身分了嗎 不知道 他到底是誰呢 所以他第一句話問說 真的是鄭傑父母嗎 當然這樣講是一種反諷 比他直接一點 一種反諷 到底他是誰呢 他的身分 他的職業 他的收入 我為什麼要講收入 這個事情還是有意義的 因為有人說 他是這個家境富裕 出於開公司嘛 開什麼公司 水電公司 說是夫妻都開百萬名車 OK 這是一種說法 另外一種說法說 他們是普通的上班族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 可是如果是普通人 講實在的話 以我們可能在這個社會上 還有一點資源 我也只能夠說出了事情 找蔡黃南委員 你幫我開個記者會找個地點 我要跟大家道歉 然後麻煩你幫我通知記者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通知記者呢 可是我想應該是不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才有辦法找來80個警察吧 應該是那個林國春 林國春說他跟他不認識 他是他的警察 不是鄰居嗎 很熟嗎 沒有 林國春說 林國春說他打電話來他的服務處 去拜託他做事的時候 都是用沒有顯示的號碼 第二個事情是林國春說 他都是跟服務處聯繫 他沒有跟他碰過面耶 不能完全說這個80個 都是為了保護他們兩個嘛 那警察怎麼會事先知道呢 沒有 當天那個是晚會嘛 本來就是會有一個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是聯絡林國春嘛 林國春就是說4點多的時候 是頭七發生4點26分 所以就去 所以他就有80 我覺得沒有什麼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這個事情實在是太重大了 沒有關係 你要維護這個社會資訊 我來講一下 我意思就是說 大家其實他是誰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你知道昨天網路傳到什麼地步 傳到他有 你也知道嘛 他有黨國什麼關係嘛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 沒有必要這樣 我們到現在知道他是誰都不知道 那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他應該去 因為昨天 我看昨天的受害者家屬 沒有一個人接受 接受他這樣的道歉 有的人就說他作秀 有的人說 你難道不能來靈堂上香嗎 這個 為什麼我要講他收入 因為我覺得對謝清雲 謝清雲他28歲 被他兒子殺死了 謝清雲的太太26歲 生了兩個小孩子 那個小孩子一個才幾個月大 一個才兩歲 假定你家境富裕 收入不錯 你是不是應該幫忙 要 需要一定要 法律上你沒有責任對不對 對 我覺得他 如果你拿他出來的話 你要幫人家忙 問題是他到現在還在隱藏他的身分 不是 你現在沒有進入一個法律程序 沒有 進入法律程序 你要拿他沒責 不是 你怎麼會 那我覺得如果說 那就看他自己嘛 就是說你除了國培之外 如果你真的做到 你家境富裕 然後對這種受害者 你一點也都不幫忙的話 可是你了解他嗎 沒有 我們說過 負債子環 子債富環 今天我有誠意 不是只露臉 讀個文章而已 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幫忙一下這個 法律上你當然沒有責任 可是我覺得在道義上 我是覺得說 你既然講說你願意承受 受難者的追信之苦 我覺得你至少對謝清雲 可以呼籲嘛 你可以呼籲 那個遺孫跟那兩個小孩子 我覺得你實在是應該要幫忙 你可以說我一個月要 未來的教育費 我可以願意幫他們幫多少嗎 是不是 我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這有道理啊 對啊 應該啊應該 然後這個其實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表態 我覺得更大的作用是 是安撫了整個社會的情緒 我覺得那個是更清楚的 那就是說 但是我們在法律上 這是我們的呼籲 法律上它完全沒有嘛 沒有問題 對 是嘛 我沒有在講法律 我剛剛已經講法律上它是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講 我剛剛問大家 大家覺得有沒有道理 而且我們現在就是說 如果父親欠債 我們還可以拋棄繼承啊 對 對不對 為什麼兒子犯下的錯誤 父母要來承擔 所以那部分就是看它的心意嘛 就是說至少你希望 如果你是真心認錯 或是說真的對這件事情感到非常抱歉 這樣的心意要求 是不是太高道德標準要求 就是要求嘛 那你可以 我覺得還好啦 就是說你可以幫忙的話就幫忙嘛 就這樣子 如果真的是如網路傳說 是那個黨國弟弟的孩子 不是啊 是有全部弟子黨國 那個被傳的黨事人有否認 對 其實他的弟弟是同名而已 我告訴你 這個事件 影響的不只是受害者 不只是受傷的人 或者是受加害人的家屬而已 整個社會都受到非常大的創傷 你知道嗎 北捷一天減少45萬個這個乘客 45萬個人次 不是才9萬嗎 還是活在恐懼中 這幾天啊幾天 幾天累積 整個社會因為北捷受到很大的衝擊 而且整個社會的人性 還有社會的祥和 人跟人之間的關懷 還有負信啊 嚴重受到傷害 我是每天坐捷運的人 我過去做到捷運上面去 很多人跟我沉情 很多人跟我聊天 很多人跟我開玩笑 會打招呼啊 因為我是名人嘛 大家看看 我最近幾天在坐捷運 整個捷運車廂裡面兩兵兵 所以撫平整個社會 因為北捷殺人案 所造成的創傷 為什麼要療傷止痛 這個父母是有責任的 你有責任的 為什麼有責任 要了解 症結為什麼變成殺人猛 你的肺母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當我們來了解 要知道說這個過程的話 是不是有這個專職的心理機構 去跟這個症結的父母談 然後呢 孤隱其名 把他的基本資料都不要公布 但是讓我們了解 症結是怎麼樣成長的 這個時候這個父母可以幫忙 就是你必須說清楚 症結的從小的過程裡面 的成長背景跟人格的養成裡面 有沒有什麼困難 然後我們其他人才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教養上面可以不要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是對社會最有正面意義的 社會還有政府要負 還有那個什麼一些之後 真的要負很大的責任 不是說這兩個人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症結的父母他有社會責任 他有家庭責任 他有道義責任 他有道德責任 我現在再講一個家庭責任 你在這個七天你應該去看症結 為什麼你做了這種事情 為什麼我培養你變成一個殺人犯 你要去了解去說服症結 未來整個社會的祥和跟療癒 如果缺少症結最後的懺悔 跟向社會跟向受害者道歉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整個過程的社會療傷死痛 是缺一塊的 是缺很重要的一塊 所以症結的父母你有那個責任 我現在講說這整個最有意義的事情 不是公布他們的姓名 而是告訴我們他是怎麼長大的 在這過程裡面有什麼我們可以避免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了解 這則新聞我很感動的是 我跟我女兒很很懇切地交談了15分鐘 平常只能講五句話而已 其實大家重視家庭 我是父親我教你 你會不會願意聽 這是一件事情溝通 第二個是小孩子跟爸媽講話 爸媽啪啪啪啪罵 這也是一個問題 中間的溝通形成了一個中斷 斷層 那怎麼溝通呢 其實我也跟小孩講 爸媽罵你 總比你出去被別人關被別人打 要來得好 像有時候女兒會要求我一些事情 媽媽媽媽媽媽 罵完之後我就告訴他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再跟他做一個牽制 譬如玩手機 鄭姐在寫筆錄的時候回答檢查說 我如果父母在車廂裡面 我照殺 那表示全世界的人都顧問他嘛 連我的筆錄都顧問我嘛 所以我們義務必要了解 鄭姐為什麼變成殺人犯 防患未燃 避免第二個症疾處 我們現場幾位的眼睛有沒有 現場幾位的眼睛正視 這個攝影機有沒有 沒有一個人眼睛比他 狀況出那麼多的 好 這個張老師等一下啦 再休息一下啦 先趕快趕快 他這老伯來問我 感覺很清楚 對 很自私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鄭姐 這是國中時候的照片 對 非常明顯的 這是一個三白眼 對 下三白 對 基本上脖子以上五官 代表父母遺傳的一個叫做 對生命的態度 脖子以下穿著佩戴的東西 叫做習慣 叫做運 那我們三十歲以後 有自己的主觀意識 穿什麼衣服 結什麼婚 跟誰工作 住在一起 那從這個面相來看的話 可以得知一二 他這個眼睛是 下面是白的 上面是黑的 叫做狼眼 狼子啊 狼心狗肺的狼眼 這種眼睛很可怕 我看到這種客戶 這種人的話我都害怕他 他是冷血無情的 比較屬於 講好聽是堅定 冷漠理智 講難聽也是出手 會傷人的 這種叫做下三白 你到底多不多啊 有的是從事工作上 看上不看一下 有的是屬於比較心狠的 尤其是眼珠越小的 眼白越多的更狠 那個絕對的 有時候要印證的話 可以到監獄看一些殺人犯 讓大家去看